時事評論人士秦鵬日前指出 這一屆領導人班子 很多人是給習近平遞交了投名狀才爬到權力頂峰 例如在上海搞封城斷其命脈的李強 在寒冬將兩三百萬人趕出北京的蔡奇 而他們的升遷之路 將引起很多其他官員效仿 一個殘民已懲的中共高層團隊將快速形成 秦鵬指出這將會嚴重傷害中國信有的社會秩序 但相反的也會促使很多人反思霍亂之源 也就是中共的統治從而覺醒 中共進入中國一百年來 它為什麼能夠說統治這麼長時間 是因為它非常的擅長欺騙 那麼它也非常的擅長用利益去網絡一部分人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兩方面都在去破產 那麼通過習近平類似這樣的一個夢幻的團隊 它實際上就是在把中共的這個邪惡再暴露出來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魏健行的撰稿人 王友群博士撰文指出 中共二十大打破太多常規必定引發各方不滿 另一方面由於極端清零政策和對人民權力的高度扼殺 民怨已達到爆發的臨界點 中共的解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極短時間內發生 20大人士被指連破慣例 但有關副主席王岐山的接替者會後嫌有在討論 一般認為中共國家副主席按之前的慣例有四種模式 第一種是所謂的胡錦濤習近平的接班人模式 第二種是曾慶紅這種是全派的常委模式 還有只作為政治局委員的李源潮模式 和現在禮儀性質的王岐山模式 而一直被認為習近平愛將的陳敏爾 此次未能入局 外界懷疑可能是習近平忌諱他的接班人名號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習近平不想發出他想要退休的信號 體鑑在二十大上就是高層找不到明顯的習的接班人選 習近平上臺以來 兩任國家副主席都沒有好結果 王岐山目前被撿群編 幾乎所有大密接連落馬 分析人士認為 習近平高度集權 也導致他極度猜忌的必然 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清洗的對象 但以後的大清洗可能是來自中共最高層他自己的恐懼 這種恐懼是你抓不到的 他沒有底線 新台電視臺記者韓菲 特約記者洛亞採訪報導 押忍